你发现了吗 普通火车的铁轨下面铺满了石头 高铁轨道下面却一块都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石头是特意铺上去的 铁路工人管它叫道杂 道杂的厚度有20到30厘米 都是精选的高硬度花岗岩 铺设轨道的时候 先把路基找平 然后均匀地铺上一层道杂 接着铺上轨枕和钢轨 然后再铺上一层道杂 这还远远不够 因为道杂的结构还很松散 里面没有任何粘合剂 全靠石块不规则的形状 来实现彼此锁定 形成一个比较坚固的结构 让火车能安全行驶 这时候就该倒固车上阵了 它想把枕轨和铁轨 一节一节地抬起来 再把插尺伸到道杂里 在插尺的高速震动下 厚厚的道杂变得像液体一样 插尺就顺利地插到了道杂里 接着把道杂一通蒙倒 把松散的石块压实 之后继续铺下一段铁轨 重复这样的操作 再把铁轨连接起来 这才能把整段铁路修好 每过一段时间 还要清洗和倒固倒闸 使用久了 石头之间的缝隙里 很容易落满泥土灰尘 甚至火车锅炉里的煤渣 还会长出杂草 这时就要用轻筛车 把石头吸起来 用传送带传送到清洁器里 在筛网上通过高速震动 筛出杂质 只要比筛网尺寸小的杂质 都通通喷在一边 再把筛出来的大块石头 重新铺好 接着再用倒固车 把倒闸重新倒固一遍 绿皮车铁轨下面的倒闸 要铺好还挺费功夫 它们到底有什么用呢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这些倒闸使用的是 有棱有角的石头 而且大小差不多 倒闸最重要的 不是这些石头 而是石头之间的缝隙 它们实在太有用了 第一 铁轨经过的路面情况 有好有坏 如果路面不够平整 可以直接用厚厚的倒闸来找平 减少了建设成本 如果路面松软 火车在上面行驶就不平稳 容易出事故 垫上又厚又硬的倒闸之后 路面就变得坚硬多了 安全性也就提高了 第二 维护起来非常灵活 倒闸用久了 经过火车的长期碾压 或者雨水的冲击等等的外力 倒闸难免会有些下沉 但只要用倒固车加固一下就行 早些年 甚至铁路工人 用手持装备 就能完成倒固工作 即使把倒闸全部缠起来 重新扑一遍 也费不了太多的功夫 第三 这些石头彼此之间 没有任何粘合剂 这反而成了优势 火车经过的时候 在重力的挤压下 石头因为有棱有脚 彼此锁定 不会滑动 形成了一个整体 分散了压力 不至于压坏路机 而下雨的时候 倒闸里的缝隙又可以排水 避免铁轨上积水变化 影响火车安全 平时这些缝隙 还可以起到减震和吸收噪音的作用 你可能觉得绿皮车还是很颠 但要是把倒闸撤掉 你就能知道 它的减震效果有多好了 既然铁轨下面 铺石头有这么多好处 为什么高铁轨道不铺石头呢 首先 高铁的轨道 有很多都在高架桥上 天然就没有铺设倒闸的条件 第二 铁路上的倒闸好处虽多 但养护成本高 隔一段时间就要清洗 免得里面的灰尘 煤渣等等杂质 影响路机稳定性 用久了石头会破碎 还要用新的来替换 第三 低速行驶的火车 对倒闸的影响不大 但如果是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高铁 在行驶过程中 就可能会把已经破碎的小石块 给甩飞造成危险 所以 随着高铁的建设 很多高速火车 开始尝试使用无炸轨道 无炸轨道 敢用混凝土和沥青建设 成本比石头高 但养护成本降下来了 铁路寿命也延长了 油炸轨道的平均 使用寿命是30年 而无炸轨道却能用60年 而且倒闸的好处 无炸轨道一样不少 铁轨铺设在混凝土上 混凝土本身就是均匀的承重材料 能分担压力 而且有一定的弹性 既能保证火车行驶平稳 又能起到减震作用 另外 倒闸铺的载平 毕竟也是由不规则的石头组成的 依然不如混凝土陆积平稳 无炸轨道唯一的缺点 大概就是 没有天然的缝隙来排水了 但是 这也很容易解决 只要修上排水沟 建好坡度 一样能把雨水排出去 效率还更高 不过 因为铺设无炸轨道的 初期成本比较高 对技术要求也更高 所以世界上只有德国 日本 中国等几个国家 有先进的无炸轨道技术 我是X4情报员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 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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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